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不要求全力开展搜救 妥善安置受灾民众 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位于镇央的甘肃省临下州迹石山沿远城 有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 雅力碎片散落在街上 中国地震台网说 甘肃省昨晚11点59分发生黎克特制6.2级地震 镇央在临下州迹石山保安族东乡族萨拉族自治园 距离省会兰州市102公里 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 之后发生过8次余震 镇央所在的迹石山沿 有房屋倒塌和出现裂缝 居民被困 至少100人死亡96人受伤 而距离临下州129公里的青海省海东市 民和院和秦化院震感强烈 有村庄停电 至少11人死亡 大约120人受伤 预料伤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 甘肃省应急和消防等部门 也都启动应急预案 并调派兰州、龙南等多支救援队伍 大约580个消防员到场救援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向甘肃省紧急调撥2500个帐篷 一万件预寒大衣 支援地方做好救灾等工作 无线电视机者陈淑业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 全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案件 今天进行第二日審讯 黎智英在警察户宋组 和反恐特勤队压戒底下 大约在早上7点半 坐囚车抵达西九龙裁判法院 顺穿被弹衣的反恐特勤队员 持枪在附近戒备 有警员带同警犬巡落 而监止副装甲车也都第二日出动 警方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 继续去到法院外面视察 而同案也都有另一项 仍是罪行条例控罪 有关黎智英和三间 《苹果日报》相关公司 传谋刊印和复制煽动刊物 法庭昨天先处理这一部分 辩方提出检控时限的法律证议 在庭内观察 黎智英穿着灰色西装 蓝色衣服 较之前略为销售 由情教主人员压往犯人难的时候 向庭内人士点头揮手 案件以英文审讯 黎智英带上由法庭提供的即时传逆设备 今次的案件属于高等法院案件 由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 黎智英合共被控三项控罪 两项涉及港区国安法 一项是属于刑事罪行条例 法庭首先处理辩方有关刑事罪行条例控罪的法律争议 这项控罪是控告黎智英和三间苹果日报相关公司 在2019年4月1日到2021年6月24日期间 与他人串谋刊印和复制煽动可物 第一篇文章在2019年4月1日发布 辩方说根据条例 只可以在犯罪之后6个月内检控 但控方在2021年12月28日 先第一次将黎智英大道庭上正式控告 超过检控期限4日 不能够就有时限的罪行提控 李云腾法官问辩方 举例说如果某个人犯下当案被控数罪 若果按辩方计算的方法 或者只能够控告连串事件中最后一件事件 又问到如果有人6个月后才加入串谋 岂不是能够逃过法网 辩方就认为从第一次犯案开始 控方有6个月时间提出检控 每次有新串谋者加入 应该视为新串谋另外起诉 黎智英案预计会审大约80日 代表黎智英的一方已经完成 就串谋发布善动可物罪的检控时限 进行争议陈词 星期二会读检控方陈词 无线电视机者林准天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中南海 听取去到北京述职的行政长官李嘉超回报 赞扬他敢于担当 坚定维护国家安全 并且对他与特区政府的工作充分肯定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次同场出席 形式有别于过往 两位领导人分别会见特首的安排 是历利第一次 由最北京记者陈卓康博德 行政长官李嘉超下午在东南海营台 展开任内第二次述职 国家主席习近平坐在中间 国务院总理李强都有出席 坐在李嘉超对面 习近平说对李嘉超以及特区政府的工作充分肯定 一年来啊 以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 敢于担当 善作善成 坚定维护国家安全 重塑香港区议会制度 顺利完成区议会换届选举 推动香港走出疫情 迎来整体性复苏 不断增强发展动能 努力解决民众极难筹判问题 巩固了香港由乱到智的大势 促进迈向由智机兴 中央对你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 是充分肯定的 他又说中央长期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 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 以及生活方式长期不变 全面落实爱国者自港原则 全力支持行政长官特别是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界 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基因 推动香港实现更好发展 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必将不断显现 我们对香港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李家超感谢习近平和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怀和支持 以及对他的指导和勉励 过去一年经济活动复长 社会大致稳定 立法会恢复理性运作 第七届区会选举干圆满完成 把爱国者自港原则落实到地区纪律 在场的还有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国务院副总理丁舌祥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 李家超在北京期间 也会拜访港澳办和其他中央部委 星期三下午回香港 无视电视主北京记者陈翠康无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述职期间向国家主席习近平 汇报了五方面的工作 包括明年内完成基本法23条纳达 行政长官李家超夜晚见记者 提到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的时候 汇报了五大重点 包括本港界经济服装 区议会选举圆满成功 强化政府效能 做实事也都做成事 也都会强化本港的优势 并且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 第五我汇报了施政报告提出 特区政府会在明年内 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 落实特区政府应该实践的 宪制责任 并且使有关法律 与香港国安法联合起来 成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系统 被问到中央怎样回应 有关基本法23条的汇报 李家超只是强调 是一个当年未完成的 宪制责任 所以我认为这个认识 已经建立了 因为香港人们 who lived through the dark time and the pain and difficulties in 2019 the government of course will have to explain fairly and clearly to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also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对于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 对香港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李家超这样理解 习主席提出对香港是充满信心 他是充分考虑到 香港在多方面的优势 主席也都说得很清楚 一个两制会是一个 长期坚持的制度 也都是告诉国际社会听 一个两制是会按住 我们基本法的初心 确保香港的优势可以延续 李家超强调 会继续发挥香港 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优势 无线电视记者 彭荣熙报道 港澳办说 调整述职安排 更加充分体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特首李家超说 有利建设行政长官 对中央负责的机制 有学者认为 更加突出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中共中央 在港澳事务的领导地位 过去多年 行政长官赏经述职 会分别向国务院总理 和国家主席回报工作 2014年前 特首述职的时候 更加会坐在领导人旁边 去到2015年 就改为工作会议形式 即是领导人坐在墙台的主交位 特首坐在旁边 今次是回归以来 特首向国家主席回报工作的时候 国务院总理第一次同场出席 港澳办发言人说 调整之后的述职安排 更加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行政长官述职 以及特别行政区工作的高度重视 有利于更好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 符合献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 限制秩序 对于新安排 包括汇报期间 合共四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场 交易枉多 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 是体现中央对香港同胞的关系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说 今次的座位编排 以及由习近平主持活动 更加突显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港澳事务的方针政策 刘兆佳和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都认为 中央今次对李家超的评价相当高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不道 信报社评 特区政府曾经豪然 我们的愿景是拥抱创科 构建一个世界文明 经济蓬勃和优质生活的智慧香港 然而三岁分流的次阶段分时段收费方案 实施后首个工作天 却见失智 收费系统错收4700架次车粮的隧道费 如果是单一事件 大家可能会视为偶发性意外 遗陷的是 类似疏搜楼个案不绝于楼 告综低级错误轮流发生 问题是 创科局必须起到 运筹为握的带领作用 并主动统筹跨部门的资讯科技工作 不可以利用不同决策局 要为自己承担主体责任 作为躺失口实 有负所托 经济日报社评 三岁分时段收费计划 作与首个工作天 繁忙时间 红水车龙明显缩短 但此未能鼓励太多市民 根本改变出行习惯 相信收费今后尚有调整空间 以加强效果 当局有需要认真研判 推出电子道路收费 更应根本限制私家车增长 以结果为目标 输路失减排放的关键 必然是私家车 期望当局实事求是 可利用隧道和道路收费机制 以及提升汇车成本 适度劝了大众救入 或者驾驶车辆 入到中华日景时间 不少地方都有自作商店 吉林长春都有 不会有店员当值 顾客有什么提回呢 输入密码开门进入 在自作服装店里面 顾客可以随意选 随意试着 要买只需要数码付款 没有店员打扰和推销 有顾客喜欢这种 买东西的自由感 要是自作的话 我们进来就随便选了 就比较自由 比较开心 曾经在自己的那种购物体验中 然后也没有导购跟着 也没有就是其他的客户 就是一起就是抢一件衣服 他们在就是选购中都挺和谐 店主说年轻顾客占七成 尤其受到学生欢迎 不过在自作模式下都有烦恼 因为客人选衫的时候 每张不适合心水的衫随处乱放 我也写了很多的提示牌 在那个示意间 然后还有一些 有就标志性的这些提示 有了一些这种提示 可能各种就是个别的人都会注意一点 他说开店以来 没有商品被偷 或者有顾客少付钱 而扣垂开支 服装店每个月都有薄利 无线电视机者均可为不道 熟国家级非为技艺的河北广平水录画 是以如色度三教为题材 融合而成一种艺术创作 当地有技艺艺人致力创新和传承 源于唐代的河北广平水录画 又被称为水墨布画 57岁张晶美自小跟随家人学习 已经有50年 製作包括欧勒轮廓 苗线 调整颜料 绘纹色等步骤 按提材制作 一般几日甚至一年以上 水录画指的是 大部分用的是初胎狂室 在古代式 人民都用这种天然月亮 一直创成了下来 向我画指负空之下 养用了工碑重胎手法 工碑重胎主要是 下跳的养用和妙筋 配上狂物质液料 这样层次格和思格比较强 近年他也都不断创新 花一年时间 制作这幅体现长成精神的中华魂 相对于创通的水录画 我在体质上进行创新 画了一幅唱唱的作品 液料用了胸晃 朱砂 烂痛狂 空缺室 液料更加 色彩严厉 它的制作难度非常高 齐根 毁止 好事好连 为了将技艺更好传承下去 他打破家族传承的概念 举办工艺培训 已经有700多人参与 无线电视记者彭建华报道 长三角一体化绿色示范区 自力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最近迎来一批多年未见的稀客 成群的营火虫发出若隐若燕的微光 不少家庭来到河岸露营 影相寄低美景 大批营火虫近日出现在 长江下游水域的浙江嘉兴河岸 这些当年不见的客人丛林 吸引学者来探究 专家说 营火虫幼虫大多生活在水源优质的山间河流 它们是生态环境的指示物种 嘉兴市嘉仙园当局 9月启动生物监测板块 跨区域监测营火虫等物种的生存环境 以前在我们交界区域 如果这块区域随着出现异常 那么我们反应是比较滞后的 有了这个平台以后 我们3G的一些监测数据 我们都能够实施共享 然后我们进行快速的溯源排查 然后精准地锁定这个污染源 如今当地泰浦河水质稳定向好 嘉兴当局强调 会持续收复长三角生态环境 给更多物种回归 无线电视记者郑轩年报导 这次中华达警报导人 港股年升两天之后 昨天回吐 想要看外围 美股延续强势 上星期已经很强了 导致昨晚曾经再创新高 当然高位是遇到阻力的 纳志就年升第八天 回来亚太区开始初段变动不大 日本方面就等着日本央行会后的意识声明 看看会不会在年底结束 所谓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山水喉 成为了市场的焦点 港股昨晚回吐之后 今早恒生之数低开77点 最新情况 最新都是偏远 跌90点 16,539 成交达34亿左右 看看期货 12月份16,553跌85点 成交有4800多张 开出来16,55都未跌回10天线 暂时都是10天线的楼上 看看会有港股 今早开出来ATM 还有新经济股 都是压着市 牌第一位是腾讯 最新股价跌2.8 有方排第二位跌2毫 无牛跌3毫半 阿里巴巴跌1毫半 领展41.5毫半 跌3毫 这班满光红 6-10位多数跌 美团跌1.9毫半 跌幅2% 比亚迪股份 留意了 刚刚穿了200元关口 比亚迪近期都弱势了 昨天的X股仍然说这1211 去到超过半年低位 A股更加创52周低 走势AX股都是弱的 今早前提到跌穿200元关口 最新跌3.7 领展偏远跌3毫 高级创科价 金碟国际跌2% 恒生科技指数 刚才提到ATM大佬的新经济股 都是受压的 科指最新跌32点 焦点股包括碧桂原服务 大家留意 因为它发了刑警 估计到12月底的年度 正利润会减少32亿 到40亿人民币 主要是减值因素 什么减值呢 包括贸易应收账款的减值 和商与等减值 所以影响了业绩 所以升股价仍是第三个 跌幅超过半成 中国黄金国际的 甲马铜金多金属矿 就逐步复产 由今月15日起 就复产 之前有些事故 这个矿就停了产 3月停产去到近附近 才复产 这个矿之前停产 令到集团上半年度的利润跌了8成多 现在复产 当然对股价暂时 影响帮助不太大 仍然跟市偏远跌2.5 看新仓建的董事会 有大变动 行政总裁马兆祥 就会转任新世界发展的首席 营运总监 郑家纯的次子 郑志明和何志恒 作获委任为联席的CEO 就是行政总裁 虽然有变动 但股价暂时都动不太大 在做7.29 暂时都没有移动 其他焦点包括石油、天然气股 事关原油期货价格上升 昨天一宗消息 大家都知道 也门的武装分子 襲击运游船 英国石油停止 有关航线 不少航运公司都表明 就不会再行红海 推高油价 当然看到 暂时都不是一只升 中石油、中海油 营干幕最下面的两只 大只的 其中两桶油 股价就算是逆市向好 做得比较好的 细节点 联合能源升了超过百分之一 不过这应该通常都没什么成交 其他中石或酒石就偏缘 听说航运相关 因为红海的航运 航线就是瘦了 其实不单单是油价升 因为兜了路 要经好望角去欧洲 所以大家的充劲 运费都会加 其中航运巨头马士基等船公司 刚才都说了 停洗了红海航线 市场走远了 会不会推高航运运费呢 当然 昨天急升之后 今天就回到早段 只剩下2343太平洋航运做好 其他都是回吐 其中中外运做物流为主 跌货有超过百分之一 再看新能源汽车股 蔚来有消息 获得 亚布扎比主权基金投资22亿美元 认够蔚来大约是2.9亿股的新发行A股的普通股 每股作价7.5美元 持股量达到20.1% 有人入股 大约随即上调了未来目标价1.3% 最新看12美元 当然我们营光幕 未来就是港元报价 最新也做好 升了接近半成64.4% 还有留意内地很多家大型新能源车股 被外资插齐 也有外资入股的意思 这就是中线的因素 总而营光幕版面就暂时个别发展 担心点都是营光幕提到的第一只比亚迪股份 还在200元以下 理想汽车另一只曾经都是强势股 股价都偏远 跌幅又超过1% 内需股要看看李宁 李宁有李宁增持 因为它创办就是李宁 看初王子 上星期五增持了70万股 每股作价大概是19.1 涉及1330多万 李宁有独白创办增持 股价逆市向好 升幅又超过1% 海底撸也有消息 根据内地传媒报导 海底撸在上海和杭州的门店 午餐时段试点推自助餐 报导说不少内地网民都期待 希望推广到全国 虽然股价也要跌 跌幅又2% 波斯登的寒冬概念股 走势暂时偏远 跌了1个先 在做3.4个 时间差不多了 再见 各位早晨 在深水埗的第一个社区客厅 日前投入服务 目前有大约80户家庭登记做会员 职务司司长陈国基透露 下一个社区客厅会选址在土瓜环和红磡一带 第一个社区客厅位于深水埗福华街 实用面积大约4700尺 设施包括用来赞托儿童和举办活动的共用空间 以及学习室等等 社区客厅的服务对象需要符合三个条件 包括住在区内的劏房单位 符合指定入息资格 以及至少一个住户成员要在香港居民 不过洗衣间、共享主食空间和淋浴间等设施 就需要事先预约 主食空间只能容许16个家庭同时使用 而淋浴间就只有两个 亦都是先预约才行 社区客厅这里也摆放了两部自助服务机 居民可以用这部机去登记成为会员 或者预约设施等等 只需拍张卡 选择所需的设施和时段 就可以完成预约 深水埗这个社区客厅 至少服务500个家庭 目前有大约80户已经登记成为会员 全年可以服务8万人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近挨招到场探访 又向学童派圣诞礼物 多谢信和和信和持战基金 他们会再承诺捐多一个地方出来 就是在土瓜环和红磡区那边 这方面我们很感谢他们 那里我们将来也发展同一个社区 我本人也开始会 希望社会上不同的企业 我都会请他们帮忙 有地方的话 请他们捐出来给我们 做社区客厅 这个社区客厅朝十一晚十开放 全年无忧 空目为期三年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导 食环署前年开始实行智能公尺 有立法会议员说 部分智能设施不设实际 近日更加有人开不到感应门锁 被困在智能公尺 当局说会再检视和评估设施 食环署管理全港大约810间公尺 截至今年的10月 已经翻身或优化了大约130间公尺 有14间公尺作为推展智能公尺系统的试点 大埔白石角智能公尺就是其中之一 有感应门锁设计 用手数一数感应器 就会自动开门、关门和上锁 我都试过差不多出不回来 我不知道它哪个锁打哪个锁 我左按右按都没有反应 这些铁丝根本不需要搞到那么fancy 这款智能公尺是自动感应 但是锁门锡和开门锡就放在不同位置 如果掃错位就开不了门 上个月才启用的荔枝窝智能公尺 就曾经发生同类的事件 在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上 有议员就说近日有越野跑手比赛期间 被困在这个公尺里 要拍门求救 这个免触式开门锡又竟然坏了 手动门锁又没有效 这个紧急开门锡又没有效 厕所里面又没有紧急联络制 现在给我印象 公尺就很有智能 但是设计的人就没有什么智能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黏了那些使用的方法 因为如果你用了手动那个 其实那个电子锁是开不了你手动的 其实它有另外两个紧急 就是一个外面一个在里面 打烂了那个 它就可以关掉电源 就是开门的 战能公尺也都设有不同的全感器 实时监测厕纸的使用情况 会显示厕格的使用量等等 协助管理 但是有议员就认为 资源应该应用在安装意外警告系统 会更加实际 当局就说现在是试验阶段 会评估每一项设施的功能 母纤电视记者姚卓同报道 环保住再修订装收草音管制 对两类撞击式装修工具的规管 比原有的方案较为放宽 即日起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 为了减少家居装修的草音污染 环保住在年初建议修例 规管撞击式的破水机和转洞机 但是被业界批评做法不合理 当局再修订方案 咨询公众两个月 十公斤或者以下的撞击式破水机 各位转派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 出席行为之前见记者 我们事不宜迟 现在首先有请处理行政长官 各位香港市民 各位传媒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有几个议题想跟大家讲一讲 第一个议题是关于第七届区议会上任筹备工作 自从上星期区议会选举顺利举行了 加上委任和当然议员的名单公布之后 第七届区议会一共470名区议员 终于是我们诞生了 政府我们随即会开展新一届区议会上任筹备工作 昨天我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 以及去到北区的社区会堂 为全体的候任区议员主讲两场地区治理培训班 上五个一场我们有九个市区的区议会 而下五个一场我们面向是九个新界区的区议会 在培训班上我们也讲解了地区治理的理念和架构 区议会的功能和定位 区议员的责任 并且我们分享地区的工作经验和心得 多位后任区议员都反应很踊跃 积极地提问 部分之后就更加向传媒讲解了他们的心得 在培训班上我特别强调几点的 第一我说各位区议员必须要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以及要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 我们说要确保区议会是贯彻在基本法底下 作为一个非政权性的区域咨询和服务组织的一个定位 很简单的 因为如果没有国家安全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些都只会沦为空谈的 第二经重塑之后的区议会 是要完善地区治理的重要的一环 各位区议员我们也祝福他们要全力推动 整个地区治理体系的贯彻落实 要做到上程下达 一方面区议会要与市民要紧密联系 收集和反映他们对地区民生的意见 既然作为特区政府各个部门制定政策措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亦都是协助由我作为政务司司长 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 以及由副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专组 作出顶层督道和协调的 另一方面 政府相关的部门和各区多支的关外队 也会负责落实执行我们相应制定的地区服务和措施 同时我们也会通过区议会 在地区层面做好一些我们施政方面的解说和推广的工作 以确保我们政策的措施落地的时候是更加到位的 大家整体的目标就是要做好地区治理的工作 持续地提高港大市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同时我们全港18区的民政事务专员 都会作为新一届的区议会的主席 他们当然同样都是任重道远 他们会陆续为当区的候任区议员 召开一些培训和一些开会这方面的预备会议 要清楚讲明给他们听 以及讨论未来的地区一些重点工作 区议会有什么指引 以及区议员的具体责任是什么 他们都要提的 我相信上述我所说的那些培训班 以及我们培训的一些准备的会议 都能够让我们候任的区议员 是更加充分地了解到政府和市民 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以及为明年上任做好准备 展望我们2024年 在1月1日 政府将会举行区议员宣誓就任的仪式 会由文清局局长为区议员监制 而在1月1个星期 各区的区议会将会举行第一次的区议会会议 之后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也会举行会议 听取18区区议会主席匯报区议会议的结果 以及作出我们顶层的督道 地区治理专班也会开会的 我很充满信心 新一届的区议会上任之后 能够担当好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桥梁 进一步提高地区治理的效能 第二个议题 我想讲讲今天凌晨左右 在甘肃林下州迹石山沿发生了6.2级地震 造成过百人的伤亡 亦有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受损 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作出了一部重要的指示 要求全力开展、搜救、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 尽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在这里我代表政府向地震中受灾的人士 以及遇难者的家属 致以深切的慰问 我并且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特区政府我们是设有一个赈灾基金 境外如果发生了什么灾难的援助要求 我们要作出迅速的回应 我们会密切留意今次甘肃的地震情况 我们会尽快联络本地不同的救灾机构 启动这个赈灾基金 就受影响的同胞的需要 我们提供一些适切的援助 协助他们灾区度过难关 大家都知道尤其现在是冬天 甘肃那边是非常之冷 我觉得这些救灾的情况是刻不容缓的 当我们收到救援机构的一些申请的时候 特区政府会联同赈灾基金资讯委员会 会尽快开会和重促去处理的 另外入境署到现在 仍未收到任何身在当地的香港居民的求助 但我们一定会密切留意这个情况 如果有港人需要支援的话 特区政府会尽快提供一切可行的协助的了 第三个以提供跟大家讲一讲的 就是关于三条过海隧道 即是西税、洪税和东税 实施分时段收费的情况 大家知道由前日实施至现在 其实整体过海的交通是大致暢顺 我们跟一些司机朋友聊过 我们也自己有看过 发觉应该是达到分流的效果 整体的情况是不错的 但是当然 昨天在早上 大约10点至11点的时候 西税部分的隧道收费 曾经一度出现错误 运输署随即向隧道服务商跟进 根据初步调查所得 原本的正常运作的收费表 因为有人为错误 在西税的时候更换了一个旧有的收费表 以导致错误收多了一个费用 现在整个系统的运作已经是回复正常 受影响的大约有4,700架次的车辆 隧道服务公司已退回了3,400个使用隧道的费用 其余那1,300个因为尚未缴费 所以不受影响 简单来说 那件事的退款安排已完全做妥 我们都很高度关注这件事件 我们随即要他们即时去调查 究竟所谓人迷错误是什么呢 我们初步调查 我们是怀疑有人干预电脑系统 而令到收费出错 我已经请警方主动介入调查 如果发现有人是违法的话 一定是严谨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这几点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现在看一看各位记者朋友有什么问题 想发问记者朋友请先举手 选中你的时候 请用我们给你的麦克服 先说出你代表的传媒机构名称 然后就发问 亦都是市紧安系 我们每位记者最多问大概两条问题 首先是 这边后排的记者 早晨,市长,声道日报 首先想问回区议会 昨天出了那个理职指引里面 就提到区议员每个星期 要不少于四十个小时的工作服务市民 亦都要求他们开办事处很细节的指引来的 但是可能一些委任的议员 我们看到他的公职 或者平时日常职务都比较多 是否真的能够可以做到这么仔细的指引呢 如果他们一旦做不到 是否这么快就要解释了他们呢 以及当初设计的时候 为什么要去到这么细致呢 第二就是三岁那里 虽然今次警方又再介入 但是无论在之前 区议会选举的电脑系统 电子派票的系统出问题 到之前康文署的SmartPlay那里 都大塞车 会不会一直都有一个感觉给市民 就是说 逢是电子政府的东西都有问题呢 究竟怎样去改善这方面的问题呢 麻烦你 好 多谢问题 首先呢 大家如果记得 2019年呢 那一届的区议会 选了出来的 那些区议员呢 很多根本没有开会 甚至没有上开会的时候呢 就粗言畏语 甚至没有呢 又会妨碍会议进行 做出了很多 非常之不理想的行为 而导致区议会 根本是运作不了 这个情况呢 当时来说是非常之严重的 亦都是失了区议会 应有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次呢 我们呢 是要定一些的 一些规矩出来 希望呢 所有区议员都要跟着这个规矩去做 其实我觉得 我们的定的那些规则 其实昨天也有部分的区议员 向传媒作出一些的回应 他认为这些是对他们来说 没有压力的 因为一个正常的区议员 他应该就是要见多些市民 应该有个办事处 应该呢 是开会的时候 要应有的一些的态度 一些的行为准则 我相信对于一个真正服务 香港市民的区议员来说 这些所谓的准则对他来说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只是针对 就是如果将来有些区议员 好像以前那样 又是不尽责 又是做出一些不可接受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是有根有据 可以依着我们的规矩去跟进 所以我觉得 我也有信心 这些准则 对于我们绝大部分 今次选出来爱国爱港的区议员 是不会有任何的压力的 因为正常去开会就应该是这样的 服务市民也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至于我刚才所说的 昨天的三岁 收错费用的情况 这一次跟以往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这次不是电脑系统出错 我们发觉是有人 我们要初步怀疑 他没有一个合理的原因 是进去干预了电脑 而导致有这个情况出现 我相信这个不是因为电脑系统的问题 这个人为的问题 究竟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我们要留给警方去调查 如果有人蓄意破坏 而想制造一些事端出来的话 这个一定是有违法的行为 如果我们一旦有证据证明 有这件事情存在的话 有关人士将会被检控 还有是会严情的